难得与女儿出席公开活动,蓝军天盛装打扮,知乎最爱小美人。 艺人蓝军天带助女儿出席参观蓝色小精灵。 爱戴时期特展,参观前蓝军天表示,蓝色小精灵是小时候最常看的卡通,每次看到里面的小精灵们想办法跟坏人假不妙打架,但结局一定都是团结机制的小精灵们获胜, 也开玩笑表示,很羡慕他们住在蘑菇村里面,因为饿的时候就有蘑菇能吃,都不用怕饿肚子。 此外,蓝色小精灵也让蓝军天有种很特别的感觉,因为每个蓝色小精灵都有自己独特的专长和个性,就跟人类一样,小时候会觉得他们好像真的存在世界某个角落,有机会真想到蘑菇村走走。 今天看完真的很舒压,也很开心能利用空档时间带着女儿看展,跟她分享我小时候的回忆。 近期蓝军天拍戏满档,平时就对女儿疼爱有加的她,始终没忘记要带女儿出来玩耍,今日看展也是首度带女儿出来与媒体相见欢。 Gaby表示,因为平时在家就会点英文故事给女儿听,今日一起来看展实在非常难得。 蓝军天也说今天妇女俩盛装打扮了一下,只因为想见小美人,所以特地帮女儿精心打扮得跟小美人一样美,女儿非常开心。 被问到近期,蓝军天表示,虽然连续拍了姐的时代,高塔公主,二十之后的戏剧作品让她忙得没时间和女儿相处,但是蓝军天真的肩不下来,开始忙于自创品牌Babble,即将也会在四月底跟大家见面。 最后蓝军天也表示,今天行程是我拍戏以来最轻松的一天,能跟女儿一同回味小时候,让她感到非常解忧,也跟大家说平常没时间或是家里有小孩,都可以找时间来看蓝色小精灵放松一下吧。 感谢观看